松鼠一家过冬 春天到了,小松鼠遇到了一只饥饿的小熊 小熊奄奄一息地说 我刚从冬眠中醒来 我储存的食物都已经吃完了 实在饿得走不动了 正在开春的时候 森林里的食物还是很稀少的 但是小松鼠还是从家里 拿出了一些食物给小熊 小熊感激地说 谢谢你小松鼠 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小松鼠却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很快便把它抛在了脑后 转眼间又一个冬天来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初冬的一场暴风雪 将小松鼠的家吹塌了 松鼠爸爸和松鼠妈妈将他们储存的过冬食物 从他姓的房子中取了出来 可是没有房子住 他们这个冬天该怎么办呢 松鼠爸爸想要找一个好心的小动物收留他们 可是他们都说 我们的房子实在是挤不下别人了 松鼠爸爸只好带着松鼠妈妈和小松鼠 到以前居住过的树洞中过冬了 可是树洞又窄又小 而且没有防风的树叶实在是太冷了 这时小熊从他的家里走了出来 他对小松鼠一家说 当初多亏了小松鼠救我 现在我就要报答你们了 我的房子又大又温暖 请到我的家来过冬吧 小松鼠一家惊喜不已 他们跟着小熊走到了他们的家 过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 这个冬天 小松鼠不停地想着 没想到我当初一个不经意的善举 最后却救了我自己和我的父母 看来我以后一定要继续做好事 所以当你主动帮助别人时 别人也会乐于帮助你 感谢你